在举国体育的机制下,运动员从小就离开家庭,在别的孩子无忧无虑快乐成长的时候,他们过早地承担起国家荣誉的重担。 在李宁18年的运动生涯中,他一共获得106块金牌,这是无上的荣誉,也是巨大的压力。 汉城奥运会之后,李宁选择了退役,当时中国运动员退役后的出路,一般是出国或当教练,然而李宁却想选择另外一套路。 梁文杰支持李宁想经商的想法,他送了李宁这幅画,希望他能在新的领域里大鹏展翅。 1988年,李宁在比赛失败了之后,韩孝离开了奥运体操赛场。 于1989年秋,开创李宁运动补偿,由国际体育记者协会评选的本世纪最佳运动员共有25人。 相由体操王总美育的李宁是唯一一位当选的中国运动员,从体操王子变成了商界胶子。 倾尽全力,倾尽功勋。